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把SCP-096关进楼梯间 哭声会让SCP-096发觉有其他生物存在 而突然出现的楼梯间鬼脸 因为瞅了一眼SCP-096 必然会激发SCP-096追杀它的欲望 不管SCP-087楼梯间有没有镜头 SCP-096势必会拼命追杀看到它的鬼脸 那么这就有两种可能了 第一种可能是楼梯间有镜头 SCP-096终于追到了楼梯间镜头的鬼脸 虽然不一定能处决楼梯间 但至少它追到了楼梯间的镜头 SCP基金会只要在096身上放上跟踪器 就能知道这个镜头在哪 距离出口到底有多远 第二种可能是SCP-087楼梯间没有镜头 SCP-096陷入了无尽的追杆中 最后迷失在楼梯间中 大家觉得哪种情况更有可能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上西瓜视频关注龙家猫咪 每天龙哥哥都会和大家分享 我有趣的养猫日常 记得点关注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